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足球报官方微博消息,是与赛南美区第五轮,阿根廷主场对阵乌拉圭。 上半场,阿根廷连失两球,最终以0比2不敌乌拉圭,是与赛连胜遭到终结。 赛后,梅西表示乌拉圭是一支激进有身体素质好的球队,阿根廷感觉不舒服。 他还提到与巴西对决要区分对待,并表示年轻球员应尊重长辈。 在比赛中,乌加特因不满发生冲突,并做出不雅动作,梅西对此表示年轻人应学会尊重。 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在官方微博上表示要调整打法和心态,期待2023年最后一场应战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